早安,欢迎大家回到道次庇,我们在钻石山的人现在觉得待在这里会很开心 我们昨天工作得非常辛苦,来团论我们如何能够准备好欢迎大家来到钻石山 可能是晚秋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疫情能够过去,希望是这样吧 一定要打疫苗哦 我们在看月城大师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绕道而行 谁能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月城大师的书呢? Chandra kirti 我应该离近哪一个星月而不是满月 这就是我们得到月城大师的称呼 它会非常出名于知道有月亮的声音 它在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菩提心,那就是佛陀也会为你开车 这个一点都不是夸张,这是书中所讲的 我们讲这个主题 什么是声闻? 因为月城大师决定了 因为月城大师决定了 在他的书中的开头的地方 就讲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菩萨比佛陀还要重要呢? 所以他离近 哦,佛陀是很酷的 因为他们像母亲 他们生两种生命 一种是声闻,一种是中国 可是下一句又说了,佛陀来自哪里呢? 佛陀来自于菩提心 然后这个对话就继续了 不要忘记了,这本书 当然了,龙树的菩萨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它在这里也是有 有这么多的独老的寄送 这是非常非常,这是不可能完成 那我们所学习的月城大师 这个星期你们就有机会学习了 是所有空性,所有各种语言的母书 是大乘所有教授的母书 就这本书,最重要的一本书 你应该习惯于这一点 你应该习惯于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 我们现在深入到哪里呢? 就是第一句话 也就是现在的开篇季 我们完成了其中的一个理念 什么是声闻? 他说什么呢? 他们听闻那些完美的教授 然后就此冥想 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为声闻 然后呢? 他们又帮助别人听闻这些教理 所以这些声闻 不是说只是他们自己听到 他们还会去分享 让其他人也能够听闻 所以这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自己去听闻 另外也会使得别人去听闻 但是这都是低称 叫第一称 为什么叫做叫低称呢?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在星球中穿越 在藏文中是 我们找些这个词 CHE PA TSUL PA TSUL 他说他们是怎么让其他人听闻呢? 他说 很出名的 DI LTAR CHA BA CHES SO SE CHA BA CHES SO CHA BA CHES SO 我们再讲这个比较长的 DRA CHONG PA 更读DRA CHONG PA SAK PA SES PA SAK PA SES PA CHA BA CHES PA KUL POR BA KUL POR BA JISO THOK PA JISO THOK PA JISO THOK PA YAM DA BA KHUNG CHI PHYI 太多了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书 也就是我们听起来蛮熟悉吧 是我们受一日戒的那一个我们取的听书经书 在一日戒中,传统上 别忘了,其实是有两种一日戒 一种是大乘一日长境界,一种不是大乘,只是普通一日戒 在一日长境界中,它关注在哪里呢? 就是关注在普通的佛教上 在这个一日长境界中,你会... 你刚才有出现很强的噪音 他们在这个经文中引用了一个 我获得涅槃了 我是一个摧毙者 我摧毁了我所有的污染 我再也没有任何烦恼了 我有礼物了 我的意识解放了 我知道所有的事 我是一个大象 我做了我需要做的事情 这是非常出名的 我已经扔掉了我后背包 这个背包就是我背满了所有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喜欢背着一个大背带那么沉重 现在我扔掉,现在我自由了 那声闻对别人说什么呢? 他引用了这段话 他们会到处说 噢,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完了 CHA VA CHI PA 我扔掉了我的沉重的包袱 也就是我的五蕴 我的五污染 如果有人问你的话 什么是声闻 你就会说 他们听闻教法 但是他们同时也帮助其他人听闻教法 他们对别人说什么呢? CHA VA CHI PA 我已经做完了 我已经跳出来了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他们在帮助其他人听闻的内容 我们再回去吧 继续绕到前景 我们应该有一个图片吧 他就好像在说 你看,我做完了 这张图片是 这个人说 嗯,我做完了 我做了我该做的 你要能说这样的话多好呀? 你今天早上感觉 噢,我做完了 什么意思呀? 我再也不会嫉妒别人了 我再也不会生气了 我做完了 今天早晨就发生了 太开心了 再也没有牙齿的问题了 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DRA SHED DU SUG MED KAMS KYI NGYEN TU SOGGA ZHIG LA MED KYANG 然后这个人说 对宗喀巴说 这个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在无色界没有 啊哈吗? 有啊 谁在听啊 听什么呢? 在无色界根本就没有声音啊 这个人说 我不喜欢这个声闻 到底无色界有没有阿罗汉呢? 他们可以 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声音怎么帮人听呢? 宗喀巴说 哦 他是狐之 在我们的金刚瑜伽母的修行中有 是什么呢? 他代表的是什么呢? 告诉我他明显的这个代表是什么 狐中之子 他代表的是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是莲花 是指的是莲花 那它就可以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了 我们现在不能谈论 宗喀巴说 不要忘记了 SADO BYA 不要忘记了 SADO BYA 就是胡之子 SADO BYA 它的意思就是胡之子 SADO BYA 它的意思就是胡之子 莲花 然后他说 SADO BYA SADO BYA 你说你在说什么呀? 我也没有问你 SADO BYA 我只是问你在无色界 没有人有办法说话 因为那里没有声音 宗喀巴大师说 SADO BYA 这些美金的问题 如果沃尔在这里 可能他就会得到了 多亏他没在这里 如果他不在的话 我的花费便宜很多呢? 这里所说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在用名字的时候 命名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表面的 有的时候它有额外的意义 当你命名的时候 你叫某人一个名字 有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形容他们 是从湖中长出 但是也有一些莲花是在汉地上 干地上长出来的 是干地上长出来的 我们依然把它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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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 我们用一些词 有一些是描述性的 有的时候是含义性的 这种说法呢 它是 并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荷花 都是在湖中长出来的 可是我们喜欢用这种说法 为什么呢? 不是所有的荷花 都是从湖中 湖水中长出来的 有一些声闻的确帮助别人去听闻 有的声闻它会进入无色界 那里根本没有声音 但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把莲花叫做莲花 不能把莲花说作它是湖中而生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而已 即使它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状态 但是它也描述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荷花的照片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荷花的照片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2章 我们看不到它的词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 当我看到真正的荷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孟加拉 是天使之城 那里有1000万人 我们看到它在大河中间 向西飘去 有很大的一个湖 在这个城市的西部 有很多粪池 很大片的粪池 你必须要开车经过的时候 但是那是一个很大的粪池 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有很美的荷花长出来 我是说 我要能不能停车看看荷花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YANG NA SNYEN TUL KYI SKYED DU 然后宗喀巴说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梵文词 看一下这个声文词 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这些人到底是谁 也就是SHRABHA 也就是SHRABHA SHRABHA 在藏文中是 是两个词 SHU 还有AKA SHU AKKA SHU的意思是听 AKA 是听的人 藏文翻译成为 SHR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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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多了解一下这个声文这个词看一下梵文它给我们有什么揭示 它的意思是 SHRABHA 就是宣称宣说你听到的内容 DRE BU'I CHOGS KAMS SANGS SKYES SU BRUG PA'I LAMS SANGS SKYES NAM NAS THO NAS DRE BU'I CHOGS KAMS SANGS SKYES 他们听到 他们从佛陀那里听到 他们学习 圣物之道 他们听闻 所有的整个教法 也就是整个如何能够到更高的秤 SHRABHA'I LAMS SANGS SKYES NAMS SANGS SKYES NAMS SANGS SKYES NAMS SANGS SKYES BHA'I LAMS DAS NYO VAR NA MDAG BSOD SPAR CHES 不要忘记了这裡有两部分 一个是听 一个是宣说 SHRABHA SHRABHA 一个是听 一个是宣说 宗喀巴大师 说 我们对这些人其实还可以了解更多了 如果你去看一下 seine泛文名字的意思的话 他有两部分 1个是听闻 1个是宣说 听什么呢? 他们听说整个的道,证悟之道,然后他们就宣说 宣说给谁呢?宣说给那些对大乘有兴趣的人 去宣说给那些对菩萨、菩提心有兴趣的人 这些称为声闻的人 在梵文中实际上是两部分,一个是听闻,一个是宣说 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听最高的佛法 然后他们重复给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没有去修行 现在我们有从佛陀那里听说的内容足够让他们获得涅槃 然后他们就卸掉了自己的包袱 他们只是获得了涅槃 这只是对第一阶段,第一层的声闻的解释 可是如果你看它梵文的名字的话,还有更深的含义 这就变成了,这就有一点下降 这就有一点下降 现在我们将谈论整个题目的叫Tattva Buddha 说Tattva Buddha Tattva Buddha Tattva Buddha 哦,我们这些问题都可以搞清楚了 谁可以生在哪里?谁是生闻? 中佛又是什么意思? 他是真的一个佛吗? 还是他不是尊重的佛? 因为他不是全完整的佛 还是他是半个佛呢? 你能把它叫做半个佛吗? 整个这个问题呢 关于声闻,半佛,全佛 全佛呢,他是会为菩萨开车的 你可以明白一切 如果你只明白Tattva Buddha Tattva是真如的意思 真如 Tattva是把它成为名词 真如,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空性 那佛是什么? 就是明白,它表面的意思就是 佛就是抓住 在英文中间20美金 你们猜一下 Vid,就是看见 Vid,就是看见 这个Bud,这个词灯在英文中是看见的意思 他们指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然后他说,我们来讲讲这个 我们来听一下 Tattva Buddha 是什么意思呢? 去明白真如 它在这个环境中 我们把它叫做半佛吧 声闻半佛 或者是原觉 或者是全佛 完全证悟的正等觉 当你明白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都理解真如 那我们一下就可以清理了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传承中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它们会有一个基因的测试 我们说那个测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种亲子关系完全可以了解了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的亲子关系了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文 很美 我本来不想绕道一下 但是我的老师是说 我要成为他的厨子 成为他的厨子 成为他的司机 然后三个月来还教他去学英文 然后我是他的侍从 在哪里呢? 在辛亨利的这个寺院里 本来我不想离题的 他们就说 这个美国人是谁啊? 哦,这是我的司机 这是我的厨子 嗯,他不能住在这里 他不是和尚 那个时候我不是 他不能住在这里 因为他不是和尚 可是我的老师说 如果我没有司机的话 我没有办法上学去学英文 哦,你让这个 接对面 接对面有一个 他那里有一个大厦 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大使馆的官员 而他们去建筑了一个寺院 而这个寺院中间只有一个寺院 他一个人 因为他有20个房间 你问一下他能不能住在那个房间 因为他有20个房间 然后他可以穿过一条街道 就可以过来为你做饭了 那个时候他也不怎么说英语 因为他也年纪大了 他是一个日本人 当我们后来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太平洋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见过 我们在说,哦,我明白了 你想住在这 最后他终于搞明白了 我是想住在那里 好,三点钟 我说,南 myoho rengei kyo 什么意思? 什么是南 myoho rengei kyo? 其实这就是莲花经的这一部分 如果你跟我一起每天早晨都唱颂这一句 每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跟我唱颂这一句的话 你可以住在这里 我在想天哪 然后我说 我就问我的老师 哦,问你的老师吧 你没有不念这一句经文的话 你就不能睡觉 我就去问我的仁波切了 我说我可以住在那里了 他说,好啊 可是我必须每天早晨三点钟起来念这个 三小时念诵 三小时 他说,照着坐 我说,那我应该想什么呢? 你在你的头脑中就去复习道次第就是了 在你的头脑中复习道次第就是了 然后就在那里敲鼓 每次你敲鼓的时候你想一个你要道次第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很酷 然后我就这么做了 每一件事情都变得 好像是不太合适 但是我们依然努力地去配合 有一天我爬上了树 然后树干掉了 我应该是帮助爬上去巨树的 然后他就跑掉了 然后把梯子也拿走了 然后我就在上面挂着 后来我们就成为很亲密的朋友 有一天他说 好,你住在这个寺院里吧 我要离开了 你可以拥有这座大厦了 我要离开了 他说你要去哪儿呀? 他说 我觉得美国人需要NAM MYO HO RAN GE KYO 我准备去洛杉矶 带着我的小鼓去洛杉矶 然后他真的去了 然后带着他的鼓去了洛杉矶 然后就开始念诵这一句咒 我要不然就是念这个咒 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大厦 或者是跟我的老师在一起 后来我决定跟我的老师在一起 好了,我不离题了 我现在回到主题上 洛杉矶帕大师说 我们在这里可以有莲花经 其实有两个莲花经 当然了,那个故事又太长了 我不离题了 在莲花经说 GON PO DE RING DRAG CHAG NYE TU GYUR CANG CHU DANG PA YANG DRAG PAR KYI CANG CHU DRAG YANG RAB TU CHOS DE RING DRAG CHAG NYE TU MI ZEN RAR 我们的护主,这是佛陀的弟子在跟佛陀说 后护主,今天我们成为声闻 这就是整个的声闻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莲花经来的 在经中说 佛陀的弟子对佛陀说 护主,我们很开心 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听众 什么是听众呢? CANG CHU DANG PA YANG DANG DRAG PAR KYI 我们会宣说这个最高的证悟 为世界宣说最高的证悟 我们会宣说这个最高的证悟 为世界宣说最高的证悟 我们会告诉所有的人有关于这个证悟 你们看到,在第二句的时候有一个最高 可是第三行的时候没有提到最高这个词 只是说是证悟而已 他们没有提到最高这个词 看到了吗? 第二句话他们说 我们学到了你的最高的教法 现在我们会教给大家这个证悟 他们去掉了最高这个词 把你的学生,你的弟子称为声闻 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听你的教法 然后我们帮助其他人 我们宣说你的教法 这就是这个词 SRANG VAG PA来源于词 现在你们就是专家了 那些在听课的人现在是专家了 如果你没听的话 你还是不知 在这个词中有一个有名的问题 Tim可能会翻译吧?也许有一天 也许Tim有一天会去看邱尼喇嘛的文本 这里有一个出名的问题 他们到底听没听最高的教法呢? 他们是否宣说了呢? 所以下面就讲到了 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人说 嘿,大家,你看,现在有道次第,知道吗? 这就是Tim在找人招生的时候 就在做这件事儿 好,好 GYU TZEN NI, CHAGS CHU SEM PA LA NI, NYAN TE DANG DRA BA'I YI TZEN YIN LA 所以 这句引用是我们的 对声闻的,以及他的两个工作的 第一是听闻教法 第二,是宣说教法,帮助其他人听闻教法 宣说教法,宣扬的意思 这就是它的来源 ka chi,是什么? Tim,能记得吗? 另外一个人 每次你看到ka chi的时候,也就是有人要给你发问了 就好像在钻石山里有人说,哎哟,我的房间 你又有什么问题了 我不知道,我有一个小猪是在附近旁边 ka chi kam pa tsunga la dangpay dang maypay 这个ka chi就来找问题,找麻烦了 你知道吗?在第三句,少了一个词,少了一个最高的词 因此,当这些人听的时候 他们听了最高教法 可是他们在宣扬的时候,他们只宣说了教逼教法 这不是我的观点 这是你的观点 这是你经中所说的 你选错经了 很显然这些人没有去宣说教高教法 sir me kyang, me kyang means 对呀,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不对 宣扬班说,这是不对的 的确,开始的这个词 的确是指的是菩提心证物 可是第二个呢? 它只不过是省略了这个最高 因为他们想要强调的是 趁,讲到的是这是去得到证物的道 所以他们只是没有去重复这个最高的这个 你不要去给我找麻烦了 他们的确听了最高教法 包括菩提心 而且他们也的确传播了 即便他们自己自身没有去修行 他们也传播了 khim nang kyang sa nyi kyi nang seng no ten ne du jya la sok pe drog pe nyen tru su gyur ro nyam na 然后宗喀巴大师说 也许你的脑海中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到底菩萨是不是声闻呢? 在这句话中,从这个角度来说 菩萨是不是声闻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三道秤 声闻秤,圆觉秤,还有全菩 那这些就是菩萨们,最高的是菩萨 宗喀巴大师说 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呢? 会成两种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是不是也是声闻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这个莲花经来说 他们是不是也是在学最高教法呢? 他们也在宣扬教法 我们不如把它合在一起,说说两乘吧 这是宗喀巴大师所提出来的 Nyen tru gyur nyam na Nyen pa me te 对,你说没问题 菩萨的确听闻最高教法 他们也的确为其他人宣说 但这不会让他们被认为是声闻 这也依然不会把他们放在叫低秤 为什么呢? 叫低秤的意思是 小秤的意思是 他们教,可是他们没有修行 对于菩萨来说,这一点就不适合了 你现在永远都不会忘记声闻了 对于女士,为什么我选这个图片?她把自己的耳朵捂住了 她就是菩萨 因为她不是声闻,她没有去听小秤 她没有去听小秤 你就自己照顾自己,获得涅槃就可以了 扔掉自己的包袱就可以了 把你的包袱扔掉就行了 她捂住耳朵,说什么? 她是谁呀?她就是菩萨 不要告诉我这个人,我不影响 你不要告诉你自己的目标我 我希望帮助所有人 我不会是这样的 快乐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快乐 包括我自己 所以宗康巴大师这样就解释了声闻 下面应该是什么呢? 当然了 下一个是 中佛 那半佛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其实是很怪的 我是半佛,我是半个佛 是上半个佛还是下半个佛? 你要是想走出去,从这个环境走到另外一个环境 你最好是要下半个佛,不要上半个佛 在宗康巴大师就开始说 要来谈论一下半佛 什么是半佛呢? 为什么我们要讲半佛? 因为月称大师提到了 为什么月称大师提到了呢? 因为他在谈论两种修行者 他们是从全佛正等觉而生的 因为他想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什么是他被生的子宫 是什么? 因为他马上接着就要谈到的是佛是来自于是生于菩萨的子宫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要慢慢地讲到那一部分 宗康巴大师说 这讲的这个原觉是什么呀?什么是半佛? 在我们的论试中 在月称大师给自己的论试中说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入中论 让我们所有的亚洲中间 让我们能够学习所有空性的这本书 它有自己的论试 它是很大,很厚,又很难 太难了 所以才需要宗康巴来解释 在他的论试中间所说 佛性 证悟是用于所有这三道 所有这三成 声闻也有证悟 中国原觉也有证悟 菩萨也会去有证悟 所以这里有三种证悟 所以他们都是佛 这就是为什么半佛也可以成为佛 因为他们的确有某种证悟 他们的确有某种证悟 他们的确有他们的证悟是理解某误 现在有三种证悟 现在有三种证悟 再说了 梵文是什么? 达巴 有三种佛 他们都证悟了 那达巴是什么呢? 如果你只是证悟了真如 你并不是真正的证悟了 现在我们都理解了 KHA CHI TATVA BUDDA 现在 Tsongkhapa Tsongkhapa 现在引到我们想要理解的部分了 替我们的进度还不错 他现在说 这就是TATVA BUDDA 这个说法的来处 它就是对于真如的证悟是从哪里来的三种 为什么我们能把它叫做半佛也能叫做佛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佛 并不是他们是一个佛 而是他们是韩佛 他们是佛,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佛 他们是佛,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佛 他们是BUDDHA 他们是明白了 BUDDHA中间的两个含义 其中一个是明白了,但是他们还不是佛 他说 你如果直见空性,你必须是佛吗? 但是你是TATVA BUDDA 因为这个佛是说你明白了 你看见你直见空性了,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佛 他说 KHA CHI YI TAT PO BUDDA SHEPI TAR KANG SAGGS SUMGOL RAN BYED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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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解采这个问题,解采这三层 他说:"我喜欢它!" 宗喀巴大师,如果喜欢它,一定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认为这是太棒了 然后他就开始解采 TAT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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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是TAT PA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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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就是这样子 TAT PA Fo ko su Medicaid ு Kubira 它有一点会是所意的 重点,是什么呢? 所有的三個層面都是佛,因為他們都看到直見空性 證明什麼呢? 你應該等待我,你猜到10分鐘後 我們下面觀眾猜到的時候,老師說你應該等待我,讓我給你獎勵才可以 如果每個人,即使是半佛,也是塔巴佛 他們是佛嗎?不是,他們是塔巴佛嗎?是的 但是順便一提,他們會成佛的,因為他們是塔巴佛 如果你是塔巴佛的話,你就已經進行了一半了 你就會成為真正的佛 然後又有一個很美的一句話 這本書,宗喀巴大師所寫的關於空性的這個書 你必須讓我完成這本書 我現在還是別抱怨了吧 他說 通常來講,佛這個詞指的是證悟者 但是,他要說什麼呢? 但是在這個上下文中不合適 如果你把這個詞的評寫稍微不一樣 在這裡提的是,證悟者在這裡的這個詞不合適 因為你要理解佛陀這個詞有兩個其他的意思 佛陀這個詞有兩個特別重要的美麗的意思 這個其實是很美的 這麼美 所以你必須了解佛陀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要總是給我發信說你跟你的朋友有什麼矛盾的話 那我不就沒事情分析了嗎? 你任何個人的問題是 你就等等等六個月 你跟其他人有矛盾的時候 你的敵人會死,你自己也會死 當然事情就沒有了 這就很簡單 這是老年人給你的建議 然後再過六年的話 你說不就連這個人的名字都記不住了 你就哭一下,你就放鬆吧,回去冥想去吧 這是我的統一回答 替所有人的統一回答 他說這裡有兩個含義 佛陀有兩個含義 特殊的含義,第一 指的是蓮花的打開 這個詞就是蓮花的打開 叫做佛陀 這個詞跟佛陀,這個詞,指的是蓮花打開 或者 或者是從沉睡中覺醒 或者是從沉睡中覺醒 佛陀,蓮花打開 也指的是在打憨的人 他自己把自己給喊醒了 這叫做延絕 這叫做延絕 這是一個秘密的傳送 他説 不要認為佛陀這個詞必須只能用於一個完全證物的人 它也可以是 在這裏 他引用了一個非常難的一本梵文的書 還沒有翻譯到藏文的 我們應該有一些 我喜歡這個女士 她是佛陀 這個女士就是佛陀 剛剛起身,剛剛醒來 現在宗喀巴巴是說 我們有一個原則 我們有一個原則 在我們的混合堅果翻譯團 對於一個原則 非常重要的 對於翻譯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閉著眼睛,你問自己 下面是什麼? 如果我是宗喀巴 我已經講了聲文了 我已經講了半佛了 半個半佛了 那下面是什麼? 我再說一遍 這是雙關語 我已經講了一半的半佛了 我已經講了佛的那部分了 那另外一半是什麼呢? 那就是半了 怎麼解釋那個半了? 因為他另外的那一部分還沒講呢 就是這個半怎麼理解 半佛的半怎麼解釋 我已經解釋了佛的那部分 哦,是醒來了,花打開 它還可以說是對空性的理解 這些人對空性能夠理解 他們能夠去像蓮花一樣打開 可是那個半又是什麼意思? 半佛的半是什麼意思 現在他就開始去講 釘 還有一個出名的釘 另外有一個釘的解釋 50美金獎勵 誰能說出來 中等長度的道次第 在道次第中 什麼是一個中等的人? 就是中式道是什麼呢? 你們兩個人各自拿到25美金 但是這就是中方法大師用這個詞來表示半佛 中間的 中式道的那詞 先是聲文 然後是完全證物的佛陀 中間的就是半道已經形成一半可以成佛了 半道已經形成一半可以成佛了 那什麼去分開了? 重新說 什麼分開了? 讓這個人能夠區分於聲文呢? 看一下格西老師的三個指頭 這是聲文 當然他們也是宣說的 這個是半佛 這個是完全證物的佛 那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可是經典的回答是什麼呢? 這種人 他們有一百比另外聲文的多於一百劫的修煉 比聲文多了一百劫的修煉 這些人在鑽石山 已經在這裡帶了一百劫了 可是這個人只是聽 中間的這個就是中佛 而下面聲文的就是那些孩子一樣 我們現在鑽石山有很多很多好的孩子 有很多年輕人來這裡寄工 是我們下一代 第一,這個一節是多長時間呀? 這一次 我就再查找了很多,結果我也沒找到答案 他們會說 你把它說是五萬億年 這些人 他們有一百劫 下面的這個聲文多修煉了一百劫 你是怎麼從聲文成為泛佛呢? 中佛派派人說很簡單 你就修行幾百億年就可以 這就是讓祕城非常地 你可以讓祭神成佛 可能在你修行藥師佛 度母的時候 你可以節省所有這些時間 為什麼節省時間很重要呢? 因為人們在受傷 每一分鐘你在延遲的時候 就有人在受傷 有的人在重癌症 有的人的兄弟死去 你每浪費的一天 就有人在受苦 所以你不要去有罪惡感 其實你應該是這樣 這就是主要的區別 現在給你一千美金的獎勵天 我們還有四分鐘 一千美金的獎勵 有人想說它的區別是不同的 並不是有多少時間 在聲聞與圓訣之間的區別 有人說 這不是他們的區別 有人使不同的角度來區別的 Tim可能知道 有人說 以別的角度來區別他們的 而不是修行的時間 好啦,沒有一個人猜到了 有人說他們是看到不同的空性 有人說他們看到空性的不同程度 小城 中觀教第一學派 就是要去描述 它的空性的不同程度 比如說 第一層的空性 第二層的空性 第三層的空性 他們想把空性分成不同層面 他們想給予空性不同程度的難度 然後我們就到了為時的空性理解了 各種各樣的理解出現 而且 佛教的不同的學派 對於空性的程度都有不同 更深的教法 就好像跟其他的前者不同 那最高學派說什麼呢? 沒有區別 如果你直見空性 如果你直見空性 如果 你在聲聞程上 你不關心是否能夠穿越星球 你只是想拯救自己 你不關心別人 可是你直見空性 你看到的空性 是和佛陀看到的是一樣 沒有區別 作為一個完全正等正覺的佛陀 和一個自私的 一個物理學家 對於空性的感覺 是沒有區別的 他們看到的空性是一樣的 就是很不可思議的 意識看到 看到的是充滿了慈悲 或者是想要去發表一篇很好的論文 其實這裡是沒有任何區別 如果物理學家理解空性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很接近的 和佛陀所理解的空性 或者今天你見到空性 那這個空性是和佛陀看到的是一模一樣 你看到的和佛陀看到的一模一樣 佛陀看到的並不會更多 你看到的是百分之百 他們看到的是百分之百 他們看到的也是百分之百 因為對空性來說是沒有程度區別的 你的廚房裡有老鼠嗎? 如果你的廚房裡有老鼠會怎麼樣呢? 那你要怎麼辦呢? 你就想把它清除出去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在開玩笑 所以說 到不然你廚房裡有老鼠 或者是沒有 就這麼簡單 有的寺廟裡的孩子說 他們七分鐘他們就悄悄到了汴京廠 他們說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悄悄 他們就開始這樣 L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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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一個老鼠 它的鼻子在廚房裡 但是它的尾巴在廚房外面 你可以想像 哦,這個老鼠一半在廚房裡 一半在廚房外面 那你就不能說 這個廚房裡有老鼠 或者廚房裡沒有老鼠 他說沒有 我們否定這種說法 要不然就是廚房裡沒有老鼠 或者是廚房裡不是 它不可以是 它不可以是半鼠 當然你可以說它的屁股在外面 鼻子在裡面 在這種情況下 你依然可以說 它只要它的屁股是在廚房裡的話 你就知道它會在你廚房裡拉屎 你也會知道的 所以你要不然就說廚房裡有老鼠 或者是廚房裡沒有老鼠 只有兩種 這是 要不然就是是 要不然就是否 沒有中間狀態 比如說像電腦一樣 它要不然就是零 要不然就是一 沒有半點的這種狀態 為什麼我們要談這一點呢? 要不然你就看到完全的空性 純淨的空性 要不然你就什麼也看不到 沒有中間 要不然就是廚房裡沒有老鼠 要不然就是有 中間沒有老鼠的程度 中間是沒有程度之分的 你第一天看到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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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佛陀所看到的空性 是沒有區別的 完全是相同的 因此你在那一刻 在你只見空性的時候 你就是有完全的 你是 佛陀